在繁华的霓虹背后,香港这个国际大都会一直拥有自己独特的江湖密码。 97后,这个符号不仅代表了时间的分界,更是一个时代氛围的转变。 那些曾经在胶片中肆意嚣张,在小巷中穿梭的黑帮形象,似乎在这一年之后如同潮水般退去,无声无息。 香港的黑帮故事,历史悠久,充满传奇色彩。 从上世纪的叱咤风云,到现今的隐匿江湖,他们不仅仅是罪犯集团的简单定义,更蕴含了复杂的社会关系网和隐秘的权力斗争。 英国殖民时期,黑帮与官方的勾结曾是公开的秘密,一手遮天的力量使得他们成为社会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。 而香港回归祖国后,强有力的法律打击和社会治理机制,似乎让这些曾经霸占街头巷尾的名号成为历史。 香港黑帮往事,香港的黑道历史可溯源至清朝晚期,那时香港沦为英帝国的殖民地。 本地的秘密结社多源自广东,潜入香港,开展了一系列的地下活动,他们与英国的统治者及警察部队展开了一场长期的较量。 在英国统治下,香港的黑帮组织历经了不同阶段的转变,从早期的事实上合法存在,到后来被当局所利用,再到最终受到严厉镇压。 这一系列变化反映了香港社会的动荡和黑帮自身的变革能力。 起初,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,英国对香港实施了一种宽松政策,即所谓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 英国殖民政府意在保持香港的稳定与繁荣,以利于其作为远东地区的主要商贸港口和军事据点的地位。 在此环境下,黑帮力量得以茁壮成长。 他们不仅在港设立了赌场、妓院和鸦片馆,还在某些区域确立了自己的势力,形成所谓的黑帮地盘。 他们建立了一套组织架构,拥有头目、分舵和忠实的成员,并制定了严格的入会仪式和分配利益的体系。 著名的黑帮包括14K、新义安、鸿门和水房等。 在这段时期,黑社会主要通过赌博和毒品贩卖牟利,他们利用香港的地缘优势和法律空白,走私鸦片和海洛因,再转卖至其他地区,获取暴力。 同时,他们还与国际犯罪组织,如美国的黑手党、日本的山口组、法国的科西加黑帮等建立了联系。 黑社会不只是影响了香港的地下世界,还伸展到了政治、经济和文化等多个层面。 他们在商业上与香港本地商界建立了紧密联系,投资于房地产、酒店、餐饮和娱乐行业,成为香港经济的支柱之一。 后来,他们还资助香港的电影、音乐和演艺界,培育了许多著名影星,比如周润发、刘德华、周星驰、林青霞等。 他们的故事和形象也成为了香港电影文化的标志性符号。 到了20世纪中叶,黑社会步入被殖民政府利用的新阶段。 英国殖民当局开始实行《愤而致之》的策略即通过控制黑社会来遏制反对英国政府团体或组织。 黑帮成了英国人的棋子,用来镇压工人、学生和左派群体,破坏罢工、示威等社会运动。 这一阶段的黑社会在1956年双十暴动,1966年星期六事件和1967年左派暴动,终扮演了争议性的角色。 他们与警方、特务和右翼势力联手,对抗香港的民众和左派力量,造成了大量伤亡和破坏。 随着20世纪末香港回归的临近,英国殖民政府采取了更加强硬的措施,开展了《打击黑社会》,维护法治的政策,以确保香港平稳过渡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管辖之下。 黑社会遭到严厉打击,其赌场、妓院等营业场所被关闭,头目和成员被逮捕审判,财产被没收。 同时,他们与外界的联系被切断,影响力逐渐消退。 英国殖民时期,香港的黑帮经历了从合法化,被利用到被镇压的跌宕历程,折射出香港社会的深刻变迁和黑帮的生存策略。 黑帮故事成为了香港文化的一部分,塑造了电影的经典,也深刻影响了香港人的集体心态。 黑社会的转型,在香港这个曾被昵称为东方之珠的都市,黑帮力量一度几乎是无处不在。 然而,随着1997年的政权交接,这些曾经嚣张跋扈的组织遭受了沉重打击,却并未完全从这个繁华都市中消失。 相反,他们通过转型和适应来应对新的社会法律环境。 这些黑帮组织的转型呈现多样化的态势,有的选择隐秘的活动,有的走向合法化,有的朝着多元化和创新发展,还有的寻求联合与合作,试图在香港的阴暗角落里生存。 选择隐秘化的黑帮,依然潜伏在非法的行业如赌博、贩毒、走私之中。 他们采取了更为隐蔽的操作,比如通过网络、通信设备、电子支付等方式进行交易,或是寻找合法的商业掩体进行掩盖,又或是借助特定人脉和权利关系来获取保护,努力在香港的地下市场中继续获取非法利润。 走向合法化的黑帮,则放弃了传统的非法活动,转而投身于合法商业和投资领域。 他们利用累积的财力和社会联系,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开展业务,或以自身的影响力寻求合作机会,甚至利用知识和技能进行合法创新,以在香港的商业市场中寻求新的成长和扩张。 同时,也有黑帮选择了多元化和创新的道路,他们不再满足于传统的黑市活动,而是涉足网络诈骗,金融欺诈等新型非法活动,或者在一些表面合法的企业中进行洗钱和其他经济犯罪,通过与时俱进的手段,在香港的灰色地带中探索新的非法收入渠道。 香港的黑社会曾是这个繁华都市背后的另一张面孔,承载着这个城市百年来的历史沉浮和社会转型。 自清朝末年至英国殖民地时期,再到回归祖国后的严格法治,这些隐秘的势力不断适应时代的变迁,从猖狂到隐秘,再到求生存和谋变革。 97后的香港,面对全新的法律和社会秩序,黑社会不再有昔日的猖獗,他们或隐于市井之中,或转型合法化,或甚至销声匿迹。 这段历史不仅仅是对黑帮本身的回顾,它还揭示了香港社会的多层面面貌,以及香港人民在这一切中的生活态度和抉择。 随着时间的推移,香港电影中黑帮形象的浪漫化逐渐消散,现实中的黑社会也不得不重新审视自我角色与存在的方式。 好了,以上是本期的内容,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,欢迎订阅点赞转发,感谢大家的支持。